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几乎每天都在涨 所以股市其实最完美的状态 它就是每天涨 涨不停 量也没有爆掉 融资依然是连1300亿都不到 所以整个市场没有任何过热的迹象 今天指数这个真的很厉害 中场收在10927 收涨52点 而且收在今天的最高点 不只收在今天最高 而且又收在波段的最高 重点是这个量1300多亿 1311亿 它完全没有任何过热的嫌疑 一点点征兆都没有 融资1290几亿 散户仍然看都看啥 都不知道要怎么做 整个盘面都是公司派 产业界的资金 法人 外资 投信 自营商 在主导这个市场 所以整个资金面走向很明确 就是说它是以基本面为主的一个题材 那资金都在寻找有趋势的 有题材的 有基本面的 有获利的 这种真的有绩效的公司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行情 就是豪股票慢慢慢慢一直往上 在涨的过程又没有过热 那中美贸易战诸多讯息都显示出 应该快要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它会少的结果 联准会鸽派的言论非常明确 所以全球的资金又开始开party 那钱没得起 知道来炒股票 所以我就说 台湾不只要回到1万1 去年的高点 1270 其实现在只差大概300多点 我认为一定会突破 所以今天很好玩的是 郭董 郭台铭先生 突然松口说 这两三天考虑 可能要参与总统的选举 那我真心认为 如果他真的来当台湾的总统 台股很有可能 突破历史新高12682 我认为那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全球股市都在走一个强力的多头的时候 当台湾出现一个企业家跟川普一样 变成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那个经济有可能真的要转股 那个股市的结构 那个体质可能会大幅度的改善 所以台股可能真的要创历史新高 如果郭董真的参选总统 或者甚至他如果真的来当台湾的总统的话 当然这是郑老师一厢情愿 我乐观认为如果他当总统会过12682 当然这后面还有很多变数我们再来看 所以回归到这个行情 台股持续往上 越电越高 1270我认为中织有要过 所以重点就是 你要买会帮你赚大钱发大财的股票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我们并不是以操作指数为主 涨到1万1 1万2 1万3 如果买错股票那个也没有意义 重点是要买会赚钱的股票 什么是会赚钱的股票 比如说形象 4月9号礼拜二 我就跟你讲 它是睽違三年 再来一次的大波段的行情 又是一档大波段的股票 为什么说睽違三年 因为三年前的高点322元 那一波是我们从110元带着会员 带着整个市场的观众朋友 网路上的朋友 一路操作到322块 当然没有卖最高点 但是至少也算倍数以上 那是一个大波段的行情 从100涨到300 那我认为今年的这个大波段行情 可能比三年前的行情来得更大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 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 因为过去正好是在操作 所谓的大波段的行情群 我们做了一年从100涨到739 在更之前有华宝 从100涨到200 大概半年的时间 然后之后 网融语据星象 游戏股的第一波的高潮 涨到400多 500多 600多块钱 之后 康控 百言 星象 汉讯 那个都是从100涨到200 300 400块 所以 我有很丰富的操作这种 所谓的中高价的股票 涨到非常高价的那种操作的经验 那种大波段下来 都是可以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那我认为今年形象又是一个大波段 上周二 229.5 礼拜三 235 放假回来涨停板 248.5 还没放假 礼拜四 248.5 礼拜五呢 264 再创33个月的新高 到礼拜一呢 262.5 稍微整理一下 尾盘拉高 今天呢 再涨6.2% 273 再创 波段的新高 所以从我跟你讲说 这个波段行情启动 这是一个大波段的行情 而且它有可能比三年前 2016年那一波的行情 要来得更大 其实你就要非常密切来做注意 因为长期我研究游戏股 研究形象 其实是非常的深入 那短短没有几天嘛 我们从215 到273 今天最高 会员 大概五天的时间 大概赚了58块 58块 123456 抱歉 七天的时间58块 就高达27% 所以高价股好玩就是说 你可以赚非常大的价差 一下子 一个礼拜拉上去 五六十块的价差就出现 当然这跟做中低价股 比较不一样 你赚个3块5块 3块5块 可能就已经是几20%了 但是高价股就说 那个价差拉出来 所以当你资金部位大的时候 你买得多 那个赚起来是非常有感 而且呢 %数的部分 也没输了 这七天的时间涨了27% 几乎也迈向三成获利 所以 虽然没有像泰塑 三天两头涨 你蛮那么强势 但是我想 它的这个上涨的 这个角度跟这个幅度 在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大概放在市场上 也是敏捷钱 所以你又 可以买非常大的量 或者金额 因为成交量 成交值都非常的 非常的大 流动性非常的好 那会员又买 600万800万1000万的都有 所以 这一拉上来 接近三成获利 那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第一季赚了5.35 税前 三月份零收 创了历史 所以第一季 那个单月份的获利 一公布 市场下到 股价棒棒棒棒棒棒 就一路往上冲 但是我们是提到账户 那四月份零收呢 估计会再创新稿 而且真正精彩的 应该会落在大概五月份到六月份 所以四月份是持续电高 五月份六月份 应该会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来 所以 大概从成长的预估的比例来算的话 那第一季赚5.35 第二季 我认为 六块钱恐怕 是太过低估 因为光三月份算了2.21元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如果营收都在三月份之上的话 光是乘以三就已经是六块六 所以 合理估算的话 大概第二季的获利 甚至有可能达到七块钱 税前的部分 保守一点抓六块钱 积极高 积极高 经典治水这么好 就是两个区块 一个是手游 一个是商工机台 手游的部分 过去跟 澳洲的赌场的机台的供应商 A开头的 那个字我真的不会念 合作一个发发发的软件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那时候会员数 真的不少 但是付费比例还不算高 就已经帮公司赚了不少钱 但你赚到钱 你还要付权利金给澳洲那家 A开头的公司 所以其实公司剩下的并不是真的很多 后来两者解约 解约之后 他们的游戏就不能持续用 所以他就是用既有的 已经学到了技术 就发展自己的 casino的吃脚老虎的 游戏内容 就变成金猴王 所以到目前为止 金猴王的会员数量 跟当初发发发的高峰 大概只有一半 但是经过这几年学习 这样导入所谓的AI 人工智慧的分析系统 更有效的针对玩家 做一些行销方案的推波 所以那个付费的比例 倍数在增加 所以会员人数虽然说只有一半 但是你实际上付费的比例 成长了三倍 那更重要的是 你付费比例大幅度增加 而且你不用付权利金 全部都给他 所以今年这一块 非常好赚 金猴王 那同样的这个AI系统呢 在导入明星三缺一 这个也是大游戏 长青的游戏 付费比例也开始 急速的人家 都翻倍在成长 所以手的这一块 今年非常的好 三位机台 就是所谓的大型电玩 比如说 类似宝可梦吹塔 那有另外一种叫机甲英雄 因为我们有小朋友 我们常带小朋友去玩这些东西 所以就会看到IGS的机台 就是星象的机台 他们就是在做这种机台 或者是赛车机台 在中央大陆 现在卖得很好 所以今年这两块 强力成长 所以四月营收再创新高 五六月营收应该会有一个 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单 所以估计第一季赚了5.35之后 第二季 那个数字会非常非常的亮丽 所以股价涨到这一边 其实都还没有真实反映到 它应该有的价值 因为你去算本益比 我敢说 它今天涨到270几块钱 但本益比 却是所有游戏股里面最低的 因为很多游戏股 一个月的营收 可能只有两三千万 它可能赚不到一两块钱 甚至是亏钱 但股价都有四五十五六十 甚至你去看那个大宇治 股价都一百多块 其实没有什么赚钱 但真的最赚钱的 股价虽然最贵 但本益比是最低 那我说今年 EPS上海二十到二十二块 相当有可能是保守的估计 所以我就说 2016年最高价 三百二十二 三百二十二块 那一年的EPS 赚12.78 股价三百二二 那今年 如果是 有机会超过二十二块 整整大概多了十块钱 那 现在股价 两百七 三年前 三二二的高点 赚12块 今年22块 那到底要涨到多少钱 当然这就 很值得大家去做个思考 所以我就说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 在节目中给大家目标价 但是我们有一个波段的规划 你想要知道 郑老师波段的目标的规划 这一波一波一波的目标区在哪里 你可以拨电话来找郑老师 我可以跟你讲 我波段规划的 一波一波的目标价 来协助大家做一个波段的操作 所以我就说 这是一档大波段的股票 那 这波上来赚了58块 赚了27% 我认为 要突破三成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很有可能要赚的是 比三年前那一波更大的行情 所以持股有时候真的不用多 拉拉杂杂买十几二十档 二三十档 其实有时候不如把资金 三百万五百万 集中在一档 真的最强势的业绩股 营收爆发 获利爆炸 股价真的进入一个 本益比往上修正的主持人段的时候 那三成五成一倍两倍 那种行情过去 是常常看到的 我认为今天会有非常多这种机会 光是台股 我认为过 11270就不是问题 如果后面真的 郭台铭真的 参选的呼声 整个上来的话 那对台股来说是 莫大的加分 当然这个东西 张老师得一个一厢情愿 但是就 整个世界上的市场架构来说的话 这个行情会一路往上 所以基本面好的 题材趋势的公司 股票涨起来是非常惊人的 就比如说 散热的泰索 4月份 给大家的低档金平股 礼拜一买涨情板 礼拜一买然后涨情板 礼拜二涨情板 43.65元 4月3号礼拜三 创个小高 4月8号礼拜一 再涨情板48.15元 礼拜二呢 49.65 然后那稍微压回一天而已 我说涨多休息换手续工 才休息一天 礼拜四呢 再创高是52.3元 礼拜五呢 再涨停板54.3元 礼拜一再涨停板58.6元 今天早上再涨8.3% 最高来到63.5元 所以你发现过去这段时间 好像只有一天是低 就涨多休息拉回换手再工那天 48.49元 之后呢又一路喷到63块 所以每天都在涨每天都在创新 这个这个是挂牌的新的天价 代表上党 当然是没有任何的反押 所有的人听张老师的建议去买股票 到今天这个63块半 所有人都是赚钱 赚多赚少 全部都是赚 上党没有任何反押 所以你无法预设它的高点 每笔今年赚个3块多 但明年法人预估是6块钱起跳 所以用今天算本一笔 好像来到相对的比较高的位置 历史的高档 但你用明年的本一笔来做计算 目前股价是高的 那会员从39到63块半 39到63块半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十天 刚刚好两个礼拜的交易日 把资金集中买个200万买个300万 假设我比较用整数 我们用1000万来做计算好了 到今天为止赚了24.5元 总共63% 也就是说1000万 你整整可以赚630万 所以这个就是强势股的集中操作 不会涨的你买50档100档也没有用 会大涨的你买一档 你就发大财 就像韩国瑜说的发大财 所以看准最强势的业绩题材 趋势股 重压下去 一支高票你就会赚 一档股票就63% 冲破六成获利 这已经达成了两个三成获利 所以我的三三三 上次再讲 三个三成获利 如果有三档股票都赚三成 你可以赚一倍 但如果一档股票赚个四十几% 两档就是一倍 但如果一档股票赚六成的话 后面你只要再找一档股票赚个三成 那就超过一倍 所以贝数获利并不是真的那么困难 当一个市场架构进入一个很明确的多头的架构的时候 要找这种波段趋势的主流股 一档一档赚下来 那个都是贝数在乎 所以大家要跟上小步 他也说拿下中兴基地台的订单 所以它是5G散热的领先股 我就讲了 在公布营收之前 我就说三月营收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新高的水准 后来果然新高 中兴的基地台订单 目前是前置的建设的订单而已 就已经创新高楼 后面有手机的散热 5G基地台真的大量铺设的时候 那订单整个滚进来的时候 你说不是赞赞嘎赞赞嘎 所以这是一个大趋势 所以未来maybe有可能伤未舒适的股票 那两个礼拜赚了三成 恭喜会员 真的真的是大赚钱 大大财 所以我相信今天会有很多这种股票 类似的这种股票 重点是你要用对方法 你要买对股票 那不懂要买什么股票 你来找我 你来看我的节目 我会跟你讲说 今年主流是什么 要选什么 谁的财报图书 谁的营收图书 谁的获利图书 而且我们几乎都是在市场发现之前 就领先来做卡位 然后用对方法 不要拉拉扎扎买个7档8档10档20档 那都没贪钱 那都没好 会赚钱的一档两档就够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重压单股 参加正好社的重压单股 我们把资金重压在单一档最强势的业绩股 我一直强调是业绩股 金贫股 而不是只是强调说它会飙 会飙的阿里布大股要很多 但我不太喜欢买那种 就是名不见经赚的 没有什么量价的 然后很小支的 那不是我的风格 我们要买是真的重压单一档 会飙的金贫股业绩股 所以这种股票 在进入主身段的时候 它很飙 它涨得有道理 它涨得理所当然 那是我们赚的心安理的 所以重钱是可以赚大钱的 重压单股 今天还是给大家体验一个月的机会 只有今天来电就有 重压单股 减一个月赶快拨电话 把握这个机会 等会来再聊 敲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寻找最强势的业绩股 金贫股 把资金集中重压下去 赚它主身段 一个波段三成五成赚下来 两三档下来 财富就倍增了 所以这个是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那今年最强势的股票 比如说新像之外 三热当然是最强大的主流 那除了泰塑赚了六成 西红 礼拜四涨4.9% 礼拜五涨8.6% 创新高40.2% 礼拜一涨9.6% 42.9% 今天稍微拉回换手再攻 那这个只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心境中的换手 那这波上来最多赚了16% 我认为也是要赚个三成 那他拿下华为机器台的订单 那出货紧追中心之后 法轮强力买到4万多张 所以后面那法轮买盘源源不绝 所以股价呢就是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今年我认为很多的散热的股票 股价恐怕都要去挑战历史的最高点 因为今年是散热的整个需求大爆发的一年 那另外第三档散热的表股 励志 昨天涨停摆 好18.8% 尖尾盘收高 收59.4元 收最高点算值小涨1% 收最高 也再创波段新高 这是收在波段的最高点 第三档散热的表股 虽然分析收月真的89% 整个散热组群真的非常热 那手机的部分呢 拿下华为跟Samsung订单 那机器台的部分呢 确认拿下华为订单 中心的机器台订单 看起来应该也将守到前来 所以泰塑先标 然后齐鸿最近也登上 那励志分盘交易 整理的和盘整理的一个多礼拜 现在看起来也开始要压不住 所以散热部分 当然是目前最重要的主题 所以说每一档 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重压股 那最近在整理的 一华店昨天收4.9% 137.5元收最高 其实再打下来 稍微整理一下 很低点有限 那我认为就是说 南茂因为转了131块 总共9100张转去信托公司 所以131这一边 会有一些套利的卖压 在那边这个街 换手这些套利的卖压 COF的载板强力缺货 第二季看涨15% 下半年会涨得更凶 所以这个洗完筹码之后 我认为后面将会一波非常大的行情 会涨得又大又快 所以这些股票 都是张老师非常看好的标的 其实每一档股票都可以重压大赚钱 都可以发大财 所以要赚大钱 要懂得用对方法 选对股票 用对操作的方法 欢迎大家来参与张老师的重压单股 重压资金在单一档 最强势的业绩股跟金平股 只要抓到那种强势业绩股的主身段行情 抓到中间的三五成的获利的话 三档下就是一倍 现在体验一个月的活动 仅限今天来电就有 重压单股体验一个月 那么只要今天打电话来的都可以来做一个体验 那我都把最详细的业绩股都选给大家了 我也亲自公开示范 怎么样赚三成四成五成六成 我都示范这么久 就差你一通电话一块钱 重压单股体验一个月 在未来这个月 好好体验重压单股发大财的乐趣 祝大家收视你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